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8号星期日 我们来继续聊昨天没说完的那个事 大哥不是讲了三件事吗,留学服务这大哥 第一件讲的带货的就是对方比较的计较 他们第二件事就比较奇葩了 为什么呢,这次呢,还让帮忙带的不是货,是个人 怎么回事呢,这样的 去年的时候呢,我这个大哥呀,介绍了一个收礼女学生 送到东欧去在线读这个硕士 那人家现在这边呢,要求呢,必须要先下去读剩余的课程 而且呢,二月份呢,要现场答辩 所以呢,这个女生呢,就准备启程了 到那边去做这个上课呀,做这个答辩去了 去之前呢,专门找了我们这个大哥啊 说聊两句,有事儿行求吧 我被大哥这个心肠,就说呢,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这女的说呀,说李老师 说有一事儿,就是我这次啊,一个人去那边 把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接手个伴儿,一块儿去 然后我们这个大哥呢,一想,这很正常 对吧,一姑娘家家的,自己 飞好,今儿半半,得有一万多公里吧 两万多公里,那那么远的地方 有点国外,那可不是找一半比较踏实吗 所以我们大哥呢,想了想说行没问题 当时我给你找一个差不多的,也得去那边的一个女生 当时你看你们俩能不能凑一个航班 然后呢,我们这边 中介能给你们那边提供住房 可能比稍微外边稍微贵一点 但肯定那房子没问题 两千人币一个月,你们俩那一人一千一个月,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生活负担啊,还少一点,想我能照应 结果,您猜这女的说什么 这女学生说,这李老师,可能的话,你们给我找一个男生 我对男生呢,我也没什么太高要求 最好呢,有钱大方的 我们这大哥有点懵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女生就说,李老师,您是瞧我磕成什么 我们这大哥王说,不是啊,没有啊 你这个抖音是好几万粉丝呢 那男粉丝90%,怎么说你磕成呢 然后这女的说,嗨,说我 主要是我没钱 要不然我干嘛让您给我介绍一男生 大方有钱啊 这个我们李老师啊,就我们这大哥有点懵 说,不会吧 说你去年报名的时候,交钱交那么痛快 没感觉出你想没钱的人呢 这个女生说,嗨 这钱不是我的 我就是想混一学里 回来以后 能吹吹牛逼啊,找个好工作什么的 但是我没钱 对吧,我又没有什么太多 真实的水平说考个岩 所以我线上的这个呢 我觉得是个机会沉着这个疫情 那谁不是愿意掏这个钱吗 给我,那我可不是就接受了吗 但是呢 我现在要出国这几个月 人家说了,我不住在他那 这几个月的钱人家不会给我掏 我要回来 说我愿意还跟他那住 他就给我这钱 我们大概也听啊 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 那你这个找也有钱的男生出去一块读 这也不好说吧 好说也不好听啊 这事 女生说,嗨 你也别跟他直说呀 是不是 您就跟他说 说我这也有一个 你学上 一个人挺不容易的 说那个 你们谁乐意给带过去 带过去 他可能那个不太会找房 就先暂时在里面住 对吧 然后呢 你们住主 他让他住客厅 睡沙发就行了 当然您看我这 对吧 我这个母院 哪能睡几天沙发呀 我还得搬卧室里面 这不是就解决我这个 没钱读书的问题了 我大概给我讲完这话吧 我都惊了 为什么呢 这种事吧 以前我做旅游的时候 我见过 我还真见过 但是呢 不是在留学圈里面啊 是在这个穷幽圈里面 真是有女生 一个人 或者俩人 接班出来以后 没钱 怎么办呀 飞机上接男生 你带我玩去吧 当然了 不能白花钱 带你玩那男生 对不对 比如说五个男生 带俩女生 那今天晚上 这女生跟这俩男生住 明天跟那俩男生住 后天 跟那个 这五个里的大哥 俩人跟那一个男生住 当然了 你们别想多了 因为他们就订了三间房 所以没办法 对吧 会公平起见 就轮流珠呗 你们要想多了 这跟我就没关系了 这个 有这样的穷幽 就跟那个 有的人说 那个 青藏线上 那个自驾什么的 还是自驾什么 穷幽图步 那个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只不过我没想到 这留学圈里头 也讲着一个 穷幽 穷幽 那是穷幽 这是穷幽 真的 这是火酒店 你知道吧 听完以后 我真是静了 这个真是一奇葩 真的 我不能说拿肉体 换学历吧 但至少 我觉得也是这意思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明天我们再讲 那个更奇葩的事 不得了 好呀 但我可以看到